台北台风在菲律宾造成大规模洪灾及土石流 导致当地死亡人数攀升到至少85人 还有41人失联 台北台风侵袭菲律宾旅宋岛东北部 24号当天在当地山区引发大规模土石流 场面触目惊心 这个村庄惨遭土石流吞噬 风灾过后有车辆几乎被土石掩埋 道路覆盖一层厚厚的沙土跟残骸 住家满是泥泞 三名忙进忙出清理污泥 大批救难人员带着探测犬 终于在这一大片土石底下挖出遗体 这名男子守在一旁 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他的妻女全部罹难 透过空拍画面更可以看到 土石流的威力 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潘美狭带惊人好雨 有些地区在短短24小时内 降雨量就相当于一到两个月 防洪措施不堪负荷 很多地区更因为路段桥毁救灾困难 当局表示超过500万人住在潘美移动的路径上 其中近50万人逃往各省6400间紧急避难所 镜头转到越南 潘美在南海吸饱水汽之后 今天上午在越南献港跟树化附近登陆 当地狂风暴雨 高大的路数也倒塌 一辆汽车差点被打中 惊险逃过一劫 目前越南中部四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 索性潘美登陆之后 强度已经逐渐减弱 斩许有免疫